Hello大家好,我是叶晨峰,希望大家可以多点赞多关注 作为一个生物专业研究生,如果遵循前任开拓的道路毕业后可以去生物公司 想赚钱不怕苦,不怕累,又不喜欢休息,可以去养猪场养猪 如果对体制内的工作感兴趣,可以去当生物老师 不过一个学校招不了多少个生物老师 当然你还可以去考公务员,既然选择了生物专业就不要太挑了 尽管放心大胆的去报考三不限的岗位 说到考公务员呢,我一个好就跟我说 我们限某个不知名的乡镇的某个三不限岗位 在今年的审考中,缴费人数接近200人 作为一个碌碌无为的男青年 以上提到的工作,我都没有兴趣 因为坚决要脱离生物大坑 所以从去年秋招开始呢,我陆陆续投了很多的互联网大厂 像字节跳动,腾讯,阿里,美团,还有一些手机厂商 我投的基本上都是运营相关的岗位 因为相比其他的岗位,运营岗位要求没那么高 而且没有专门的对口专业 一般有自媒体运营经验就可以胜任了 所以没有什么专业限制 这些年来随着自媒体的兴起 运营相关的人员需求量在不断的增加 因为门槛不高 所以一些互联网大厂的运营岗位竞争会比较激烈 一开始我投了几家大厂 简历皆实成大海 后面我就在网上取经期间 别人成功拿到offer的经验 很多人都说简历很重要 花一个月的时间去修改简历 也是很正常的 接着又投了一些互联网大厂 后续我就收到了直节跳动 美团还有京东的鄙视通知 有很多小伙伴问我读研学校重不重要 我觉得专业最重要 其次是城市 再就是学校了 我研究生学的是植物学 哪怕学的是心理学 跟这些运营岗位相关性都更强 如果有学经济金融专业的小伙伴跟我竞争 那我这个专业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优势了 简历官过了 我很开心 因为从某种程度来说 我们这些生化还财专业是存在脱坑的可能性的 做人力相关工作的朋友跟我说 HR在看简历的时候 他第一眼看到就是你学的专业 还有你的工作经验 或者说实习经历 他们每天面对海量的简历 所以一份能让HR眼前一亮的简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 就是在做简历的时候呢 没有很多的项目经验可以写 导致整张简历看起来就是空辣辣的 或者说要写的东西太多了 整张简历就显得很拥挤 没有重点让人看不下去 这就是简历的排版问题了 排版总共分为求职意向 教育背景 工作经验 联系方式 技能证书 自我评价 兴趣爱好等七个板块 整体看上去特别的舒服 仔细看上面也没有多少个字 但就是占满了一张完整的A4纸 会给人一种饱满充实的感觉 简历最重要的就是简洁而不简单 又能突出重点 话说我收到了三家互联网大厂的笔试通知之后呢 就参加了他们的在线笔试 笔试的内容都差不多 主观选择题 还有性格测试题 主观题考的是一些逻辑推理题 还有计算题 像小学奥处的那种 我大部分都做不出来 考完之后呢 就知道自己没戏 果然没有收到面试通知 但我依旧很满足 至少我是过了简历关 至于我为啥没有进面试 那说明自己的知识储备量 确实有欠缺 精神对手比我厉害 然后我研究生的专业也有点坑 值得庆庆的是 我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虽然我现在已经签工作了 但没有放弃找寻更好的工作机会 我的一些研究生同学呢 他们至今没有找到工作 发现他们都好淡定 不过不淡定又能咋样呢 这个专业面临的就业状况 就一直比较残酷 哪怕是发了好几篇ICI的同学 照样苦苦挣扎在考工考编的路上 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祝大家找工作顺利 2022年秋招估计6月份就要开始了 明年要毕业的小伙伴们 也祝你们找工作顺利 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个赞 再点个关注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